新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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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才想要怎麼跟他們 就是 爭執對立 幹架黨上 不是啦不用啦 就是說 因為我前幾天我在講過 新黨是 這個 漢人 優越主義 就好像納粹一樣 那新黨來的話要怎麼樣 反應咧 我是想幾個 第一個 就很簡單嘛 就想 就想台灣獨立嘛 因為新黨是什麼 高唱中華民國的 他這個中華民國 你可以解釋成是 支持這個政府 馬英九政府 那可以嗎 那是沒有問題啊 你說支持政府 但是喔 你如果高唱這個中華民國送喔 那就變什麼 大中華了 大中華就變什麼 大中華就是變中共了嘛 對不對 你就指出這個問題 對不對 高唱這個中華民國 目前好 那目前是國號是中華民國 就是你這個國號 就是會被 中共給占便宜掉 不知不覺你就被中共給占便宜掉 還覺得很好 對不對 像那個 像中華民國送的 他被占便宜掉 他還覺得很好 他這也搞不清楚 他這也搞不清楚 所以像這個 跟新黨這個反對阿 或是想說釐清阿 或是對抗對抗 或是想說 我教你 我教你 我教你的毛病在哪裡 這個你說 好你可以支持現在的政府 支持馬政府 那你就支持馬政府 那現在的國號也叫中華民國 那那那 那也沒辦法 可是你太喜歡這個中華這個東西 我現在是好好的 我們來探討一下 說明上有些人會 覺得 會被我打動也不一定 你太喜歡這個中華這個東西 中華民族 你就會被中共占便宜掉 你是中華 我才是中華 其實中共都是很瘋狂的 啥 鎮壓 鎮壓百姓還是 鎮壓 你可以抗議鎮壓 拿道指去鎮壓 你要做那種人嗎 對不對 對不對 誰說 你要做那種人嗎 對不對 所以新黨這個 他喜歡這個中華民族 中華文化 就喜歡什麼 毛筆文化 因為你這陣子中國 我講 中國你現在民國幾年 中國的歷史就是這樣而已 以前也沒有中華 清朝沒有叫中華 就是延續一個毛筆文化 對不對 搞了半天是 中華文化是毛筆文化而已 這是我一直在講的 毛筆文化是可以丟掉的 中華文化就是毛筆文化 所以啊 跟這個新黨溝通 釐清啊 對抗 對幹爭執 就是說 你這個問題 不是在支持現在這個馬政府 你這太喜歡中華這兩個字 就會被中共再便宜掉 你要搞清楚這個 他怎麼對他裡面的人啊 對西藏什麼什麼關係八道 也會這樣對你喔 你不要以為 對不對 你不會跟他供到什麼好處 什麼都供不到 對不對 他會不會這樣對你 或者是說 你想要用他對 什麼西藏什麼維吾爾那套 來對 跟你這個 民族不一樣的人 是不是 是不是 那就不對了 對不對 你要把中共引進來嗎 是不是 可能他沒有想那麼多 他只是要支持現在這個馬政府 中華民國政府 可是問題就是這個 中華這個東西啊 你會被中共佔便宜掉 你被他佔便宜掉 這個受害的就是什麼 非中華民族 非漢族 中華民族就是漢族 漢族最大嘛 事實就是這樣 漢族講國語 還講 講這個 釐清一下 只要高唱台灣獨立就好了 你要先讓他來 我們就可以來 我們是台灣獨立的 不會給你佔便宜掉 你就是個亂七八糟的人嘛 對不對 還是什麼中華民族 第二個中華民族實際上 中國的歷史 就是現在民國幾年 就是民國幾年 再來你說中華文化 就是毛筆文化 毛筆文化就是 對 我已經講過了毛筆文化 這是我反對的 我反對毛筆文化 這個 繁體字都可以去掉了 我們島內就可以做絕電了 我們就不要這種東西了 大概講一下 慢慢來